這個論壇我們定位是在運動科技多元開放 那目的是除了來為我們台灣的運動員 前進巴黎奧運加油之外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論壇 讓國內的觀眾朋友更了解 巴黎奧運的一個目標跟狀況 我們大概分兩塊 第一塊是談比較是運動文化 還有運動美學的部分 第二塊是談創新創業 以及科技怎麼來支持我們運動員參加比賽 我們很羨慕在巴黎奧運的歷史 這次發生了一年的歷史 我們很羨慕因為這會是第一次歷史 我們有一個完美的性格平衡 但也會是巴黎奧運 也會有一個大型的運動活動 但也會有一個機會 為我們在社會上提供 為甚麼巴黎奧運呢 要用這麼多永續的場館 它事實上是用一個我們曾經擁有過的 但是又不要增加地球負擔的狀態底下 把這個活動賽事辦得非常的漂亮 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它在性別上面所做的努力 再透過女性這個議題 我們就可以反過頭來繼續再思考 還有甚麼樣的人曾經在運動的競技中被排除 我們希望一個都不要減少地慢慢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國科會人文處其實就承擔了這樣的一個任務 我們既提供科技方面的進步 二方面我們又希望得到所有的人 互相尊重的一個非常美好的一個世界的過程 女性舉重其實發展得很晚 可是我覺得到現在其實 我們的男女的參賽人數其實已經是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現在全世界對於各個運動項目都已經越來越平等 我覺得這個平等是需要大概兩到三屆的一個奧運會的一個發展 來讓大家對於這個項目會慢慢的改觀 運動會讓人沒有煩惱 你不會去多想甚麼 然後之外也讓你的身體越來越健康 也是促進人際關係的發展 運動這件事不管是我們運動員也好 但是一般民眾大家也是鼓勵大家多多地去運動這樣子 你太多難了 solidarity иль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